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我记得我们节目当中一直提到有个说法 这不是我的说法 其实是很多网上那么讲了 说这个现在十七届七中全会刚刚闭幕 那实际开的是美国人的家长会 这个很多他们的孩子都是美国人 但是他们现在是这边大佬 所以就开着家长会 所以不知道这会是为了能够高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旗帜呢 还是说什么时候咱们可以跟美国人互通有无呢 不知道 这事确实有点迷惑 那美国人坏 人家孩子到你这来了 你就好好照顾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又带着钱来 买房子置地的 你现在挺关心这个什么就业率的 他不用就业 他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他有钱呀 那你还说什么其他的 不 这美国社会是自由的社会 所以这些自由学者们也不知道是为了配合白宫呢 还是什么意思 他就在七中全会坑敌开会的时候连续写两篇文章 非说今天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这些家长有危险 你说这美国人 你说爱国者导弹就完了吗 爱国者导弹保的是你自己的国家 你招惹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可是换个角度上说 这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京西宾馆 北京京西宾馆开会呢 又都是美国人的家长 你说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不可能 那叫直系亲属 那网上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美国学者说中国正在临界点 北京面临大麻烦 你看这美国学者 这利用自由社会故意攻击咱美国人的家长 这个人叫Joe 是斯坦福大学的新闻系的教授 曾经是纽约时报驻外的记者 并且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 那他在星期五在美国旧金山写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原题目叫中国有大麻烦 美国应该担心吗 美国人算账算挺实惠 他老拿数说话 他说最近几个月呢 瑞士手表对中国的销售额呢 下降了30% 那珠宝销售暴跌 说明中国经济有问题 紧接着就提到说 美国的总统大选在星期二将要举行 那两党候选人呢 都在很就有关中国问题呢 他们心里呢 说法不一 然后他紧接着就提到说 其实你不用着急 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呢 都不用着急 你只要看看中国到底在发生着什么 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中国 也不用把中国当成假想的敌人 因为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个儿玩自个儿 自个儿坑自个儿 自个儿害自个儿 自个儿给自个儿下班了 他首先提到一点就是 自2010年以后中国的GDP的增长持续放缓 一直到现在 所以他经济有问题 那紧接着作为一个具体的具体的例子说 美国主要的发动机制造商叫做康明斯 他表示说 因为来自于中国的需求疲软 所以到今年年底他将裁员1500人 而在中国的本土呢 麻烦更加令人生畏 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 随着中共政权的交替 他说这一切似乎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点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 金钱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出中国 有钱的中国人对中国已经没有信心了 甭管有钱的没钱的都没信心了 对吧 有钱的那么跑 没钱的跳飞机 怎么个跑法都有 但是有一点 只要能跑就跑 跑不了的创造机会也要跑 文章紧接着讲说 相关数字在中国你找不着 但是从记者和经济学家 在10月份所发表的这些相关数据 我们可以估算到去年2011年 流出中国的金钱 应该是在2250亿美元到3000亿美元之间 占了中国经济总量的4% 大家再想想GDP增长7点几 8% 你如果把这部分刨出去 我们就单纯从这个一个角度去算账 到底中国经济是增长了 还是倒退了 紧接着他说 与此同时 中国的老百姓在公开叫板 反对贪污 反对劣质产品 没收土地 破坏环境 许许多多的事情 造成老百姓每天有500次的起义示威 而从微博上 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 中国人最恨的就是当官的腐败行为 文章还说 中共自己的智库之一 战略与改革曾经公开警告说 中国正在面临着一个危险的跳跃 无论如何既不能隐藏 也不能回避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当中 有一个潜在的危机 而著名的经济学家 吴敬莲直接讲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 似乎已经接近了临界点 就说了半天都是现在是崩溃的年代 就这么意思 一个大变革的拐点 而文章里紧接着讲说 大多数中国问题的分析师认为 今天中国的财政已经是中共当局最应该注意的了 毕竟生活在中国几十年的人们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心照不宣的协议 人们中国人不得不接受独裁的统治 只要这个统治者可以使他们的发展更加的繁荣 但是现今的统治者已经没办法满足今天老百姓的这个基本要求 所以文章的最后就提到说 几乎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国新的领导人 也就是习近平 带来了一个可怕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因此作为美国政府来讲 无论谁成为美国总统 你到底担心什么呢 美国人老坏了 故意嘲讽人 对吧 嘲讽今天的美国人的家长 中共中央委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应该是这么理解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呢 就是这篇文章的原文 那第二篇文章我们看到的还是美国人写的 文章题目这么讲 紧张惶恐 十八大前北京高层明确放出了信号 这篇文章登在了芝加哥著名的论坛报上 这是芝加哥非常有 这是北美非常有名的报纸 他讲说 如果你这个星期在北京有一些东西你找不着 你找不着气球 你找不着乒乓球 在酒店的健身房里 你找不着CNN的节目 而坐出租车外出的时候 你不能把窗户摇下来 而且你也看不着持不同证件者 这就乒乓球跟气球 与持不同证件者和CNN的节目同样的危险 他说这些东西的短缺的原因很简单 保证十八大不受任何干扰 那文章紧接着讲说 刚才列举那些内容并不是整体的全部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 你今天在北京有些事情不能做 不能做的事情包括户外音乐会 网上做功课 在超市里买个菜刀 捡着 在街头小食品店买个午餐盒 参加北京马拉松 北京马拉松取消了 对等的挺有意思 纽约的马拉松也取消 但纽约的马拉松取消是因为大风暴 文章紧接着讲说 独裁的中共政权可能看起来是牢不可破 但是现在现实的一切可以明确的感受出它的脆弱 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在宁紧了控制 让人们毫无怀疑的可以意识到 他们是多么害怕自己的人民 这是没错 这个在我们昨天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对吧 保证十八大胜利召开 而所有保证的图片演示出来 都是武装到牙齿的 就像当年作为我们上学时 形容美帝国主义的士兵一样 武装到牙齿 手持盾牌 棍棒 拿着什么各种颜色的什么喷火器 喷灭器 甭管爱什么气 什么气吧 但你说他喷谁呀 武装到牙齿他防什么呢 牛脸一看一个老外都没有 就是你我他老百姓 那你说这群武装到牙齿的 这群人不是有点像北京 有点像这个上海南京路上的二 您说对不对 你妈也是老百姓 你爹也是老百姓 你武装到牙齿 你冲着老百姓干 你算个怎么回事 有点像日本女孩 缺心言子 文章紧接着讲说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共党内自己的问题 党内出现了动乱 而中共的体制本身呢 同样造成了老百姓的反抗 他讲说老百姓国民的抗议活动蔓延 同样是中共担忧的另外一个问题 文章紧接着讲说 中共自己作为独裁政权 他们曾经成功的通过经济自由化 带来了转型 从而维持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本身的垄断 而经济自由化 也是中共官方 共产主义意识的这种潮能 对 他这话因为是翻译过来 实际就是说 经济自由化本身 跟共产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 是不相吻合的 它是冲突的 文章最后他这么讲的 虽然中国令人惊叹的成就 在过去曾经帮助中国共产党 保留了自己的权力 但是同样 他势必在及时的削弱这个政权本身 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 可能就是在中国社会 出现民主变革的这种先兆 这是他翻译过来 所以这个所谓中产阶级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 你让我说呢 不是纯粹的中产阶级 应该是在大城市和一些城市 有着正常生活 包括一些公务员 包括一些自己在 基本的人的基本生活 没有忧虑的这么一批人 他在精神层面有要求 可是现今的生活环境 实际是对他们精神层面 文化层面是一种限制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民主变革的先兆的一个群体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是这篇文章本身的 英文版的文章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